因應後疫情時代經濟衝擊的挑戰 高雄市政府3日提出 112年後疫情紓困10方案 將主動簡徵直接辦理無需申請 協助市民朋友渡過難關 我們今天市政會議 通過了10項減免 以及這個補助加碼的相關的這個措施 那這個最主要是昨天有時候 大概疫情的衝擊 其實有一些地研的效應 造成說包括一些店家商家 以及我們一些弱勢民眾 在整個經濟的復甦的過程裡面 相對來講是力道是比較弱 整個國際的經濟的局勢 這種所謂的停滯性通膨 那造成這個物價增加 考量漁業受疫情影響 為持續輔助產業發展 海洋局表示自112年1月至6月 主動減徵 農業局也提出農產批發市場 及營業所歸費減徵 勞工局安心即時上工方案 協助受疫情影響的勞工參與 由政府提供符合公共利益的 計時工作 此外再加碼勞工貸款利息補貼 文化局提出租金減免方案針對所俠演藝場館演出取消者不用收取違約金全額退費 演出延期於疫情趨緩後 在原廠館演出者場地費減半計收 弱勢學生餐食補助 今年國中小經濟弱勢學生在校享用免費營養午餐 弱勢學生的餐廳補 這個是針對弱勢學生 大概要3億多 光這一項就要3億多的預算 想說我們的年輕的父母 在一些弱勢家庭這個部分 其實對他們的負擔也是非常的沉重 今年新的一年經濟的挑戰 相對來講是比較嚴峻 所以我們除了今天的十大措施之外 那我們也適時在針對一些租屋 或者是在一些我們年輕人在工作上 包括養育等等的這個減輕 或者是減輕負擔 或者是加碼補責的措施 此外銀法家園單親家園住戶分別 減收租金50% 另外加碼生障者房屋租金補貼 依一個月租金補貼金額一次性 加碼補貼50% 高雄市政府紓困方案延長 希望能藉此減輕市民朋友 在疫情期間的經濟負擔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